原标题,不能低估播音无人机技术水平。 这回联手澳大利亚一下子就获得领先如果谈及美国军中航空技术的话,也许人们都会谈及罗马公司如何,少有谈及播音如何,其实,不能低估播音无人机技术水平。 2019年2月时,播音就发表了一个消息,播音跨过大洋找奥利大亚联合打造全新无人机,双方早已秘密合作开发弹号中程辽机的无人战机方案,又称为播音空中力量组合系统,缩信BAPS,而且将在今年的澳大利亚国际号展上公开亮相,预计在2020年,原型机首飞。 终成了解,这回联手澳大利亚一下子就获得领先,这款无人机不简单,与传统有人战斗机大小相近,其长11.6米,百官类似于播音多年前参与研发的YF23,其中的微型尾翼最为明显,采用上单一,机身两侧为DSI进气口,性能也不弱,豪称可达3600公里。 可惜其他性能参数上没有公布,中程辽机该机主要用于在高威胁环境下,既可以独立执行电子战域侦察任务,也可以伴随6人战机提供支援等。 该机机部有一个大型弹舱,目前设计用于容纳船感器和电子战设备,但未来可以携带对空和对地武器。 中程辽机也许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该机采用ATS系统,可以为,制空全团队合作系统,实为智能化控制系统。 它可以让无人机在人工智能模式下,独立自主飞。 行,也可以由有人驾驶飞机,或地面控制站进行指挥控制。 目标为了每架有人驾驶的战斗机或预警机,都可以指挥4-6架无人机作战。 中程辽机也许有人会惊呼,好先进。 可惜理想完美,现实残酷,让无人机进行智能化的自主作战,或者由有人机控制多架无人机作战,压根就不适时一新线理念,多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也一直为各国技术研发的重点。 可惜目前无人机智能技术上处于研究之中,尚无使用之可能性。 至于有人机与无人机的联动,也刚刚从理论下是用转变,其实目前能够跟上有人机的无人机才刚刚退出,距离实现目的还有不小的距离。 中程辽机如今技术问题还有待时间来解决,其实更应关注澳大利亚的想法问题了。 据称,该项目为波音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实现的同类型项目中投资最大的一笔,其实澳大利亚更重视这个项目,愿意大手笔投入。 据称双方的投资比例中,澳房占六成,自然有所图,据说有傲在澳大利亚生产。 中程辽机更大的问题,澳大利亚到底想与谁为敌呢? 澳大利亚实际上周边根本就没有什么对手可言,不受威胁的。 而这种情况下,这个大手笔的投入之类方面,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必要才是更大的问题?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